大家好,欢迎回到玉瓶庞 我们今天来看一场牛时文和鼎鼎的对决 这个视角是在现场拍摄的 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这场比赛 这是2013年的一场内部选拔赛 刘史文是出生在91年 2.0比他大一岁,90年的 刘史文卡局打了对手一个6比0 他的这种速度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像这种快速衔接的球 刘史文都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相比刘史文 刘史文的球比较软,但是很黏 打这种回合球,他是比较有优势的 从大赛的一个成绩来看 点灵还是要更加突出 是女拼得第五个大魔光得主 获得过三个世民赛的女团冠军 随着点灵一个强大失误 刘史文也是1比8拿下了首局 刘史文的打法是女速度渐强 这种打法对击球点的要求比较高 虽然这也导致了刘史文状态不大稳定 刘史文这球是被顶到 点灵的这种防御能力还是很突出的 截止到目前 刘史文是获得五个世界杯 一个世民赛的打打冠军 不过世界杯的行情量还是比较低的 叮咛这球是早准备的 扛了一个回头 这种大陆球是他的一个优势 在关键分上 叮咛是换了一个发球 这样刘史文的第一把解不出质量 西医比把刘史文拿下第二局 叮咛这球是被顶到了 还是有点控不住刘史文的速度 叮咛这球也是凿快了节奏 通过了两个大脚去前置刘史文 刘史文现在是第三局7比2领先 这场比赛 他是完全占据了上分 叮咛的两个逆旋转发球都15了 刷明他的心态还是有些波动 最后是刘史文3比0 迎下来叮咛 下来叮咛